我觉得蛮好的 这其实是我和幼霸向往的生活 他觉得我太美了 I'm a bike 爸爸身体以外担心 还是我身体以外担心 好 干 这个 这个 你们知道吗 又要来了 还有爸爸和妈妈 耶 哈喽 早安 现在是早上八点半的样子 我们出来吃早餐 我今天来大姨妈了 一早上被腰酸酸醒 然后满脸 看我现在都肿了 女人来大姨妈的时候 是心情最不好的时候 但是呢 我今天早上起来 突然之间心情就爆好 呀 蓝天 实在是久违的蓝天 白云 沙滩 还有大海 我要去享受一下 我们餐厅的对面就是沙滩 蓝蓝的有没有 很好看呢 吃吧 我们今天要吃早餐 好的 我们宝宝也很开心 因为宝宝来到这边沙滩呢 沙子是金色的 而且不会是那种 黏在脚上洗不下去的那种 我觉得你应该喜欢 肯定要吃到宝宝 对 我还是一样 今天早上吃一份沙拉 真天气很好 大家不要觉得 哇 海边不是要爆热爆晒吗 真的没有 土地岛的天气 一年四季基本上就是 晚上都是凉风吹吹的那种 真的是可以从台湾过来避几 现在就是29度 现在29度 晚上一般都是 优霸翻到台北 台北现在的天气是33度 整整比台北低了4度 偷12人组 哎 不傻啊 还换种口味吧吧 小小刚才吃的那个果酱 你还会去选择吃那个果酱吗 不会啊 哇 哇 我以为没有人来 结果大家都躲在边边玩 哦 好美的海啊 好壮阔 哈哈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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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现在是中午12点 我们要出去吃午餐啦 我主要是现在腰开始酸 好 等一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去便利店买卫生棉 这个要跟大家汇报一下 哎呀 我们每天都要路过这几家 就是特别热情的店家 都不好意思 就要照顾我们吃饭 之前这些店家好像都是以泰国人为主 然后我们这次来发现 基本上都换成了印度人 老板都换成印度人了 那我们也很迟疑啊 为什么是这么多印度人过来 开始做这个生意了 它是不是很低价 不知道 应该是很低价吧 哦 这边有个小咖啡屋 好可爱哦 哎 我们中午可以来这吃 哎 呀 一个小女孩帮我们开的门 好可爱哦 好可爱哦 这什么 披萨啊 这什么 披萨啊 披萨啊 你这个糖果吃的老瞎人了 有人家不知道 还以为毛毛虫进嘴里的 对呀 吓死了 披萨多少钱啊 一百五 一百八 还是可以耶 嗯 嗯 嗯 这长长的这个 昨天是一共花了多少钱 十二块钱一包 好便宜的 还是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吗 还是吧 但我刚吃的我觉得还行 除了有点黏牙 味道也不是甜甜 是那个酸酸的那种 水果酸酸的感觉 我不要太恶心了 都被你玩成那样 你再给我吃 好恶心啊 你的橙汁还不错耶 它是带果肉的那种 哇 六十块钱的拿铁 还有这种小拉花 哇 很可爱的 哪里吃 哈哈哈 可爱的 做得还不错耶 烫 烫 外面 ah 这个不错 一片披萨咱们三个让来让去的 一个让一个 真的很划算 他们家这个窗帘后面还有一个小房间 这小房间里面还有小宝宝的声音 他妈妈进去照顾宝宝了 所以这家店是一家夫妻店 而且是一个年轻夫妻带着一个小孩 小孩可能很小好像还没上幼稚园的那种 我觉得蛮好的 这其实是我和幼爸向往的生活 像这种开这样的小小的店 对于我们来说就已经挺满足了 我们可以加入那个台湾茶的元素 把我们真正的台湾的奶茶带着到泰国 让他们尝一尝什么叫做好喝的台湾奶茶 也是时候我展现真正的实力了 跟幼爸聊天就是聊一聊感觉我在上课了 这就是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 就我刚才小笔记做起来了 期末考试要考的感觉 幼爸的那个大学的专业是学的是民族学 但不是 幼爸第一次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政治学 政治大学的政治学 然后因为那个挂科了 因为和女朋友那个啥 闹别扭了 然后就和政治大学say bye bye 后来两个人复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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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和政治大学say hi I'm back again 我们回到房间了 打扫阿姨帮我们打扫好了 然后呢 这个是真的很泰国 就是悠悠呢 她出门呢都会带这种小娃娃 然后呢 这真的不是个别阿姨才会这样的啊 这个保洁阿姨成员们呢 他们真的会把这个小动物给你摆放的特别的有爱 就觉得这小动物被他们摆活了 还给你弄个小造型啥的 猜我们现在在干啥 我们现在在DIY 悠霸这两天 在这住了两个晚上了吧 嗯 悠霸住这两个晚上 空调硬硬的给吹感冒了 对 我还以为已经那个呢 吹到嗓子发炎 就连我在台湾住很多的小女房 酒店 空调都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她会吹到床 她对着床吹很奇怪 不然是小朋友还是大人都很容易生病 没错 爸爸生病你会担心 还是我生病你更担心 都会担心 好 我要上去了 哎呀妈呀 多大胆啊 哎呀妈呀 我们只要挡这个靠近床这边就行 对不用全部 对 这个你们就得事先先设计一下 看怎么去遮挡 往往这种工作都是比 给比较有头脑的那个家庭成员 比如说像我这样 就比较聪明的 就比较能够胜任这个工作 其实就是因为她高一点而已 好 你看 这整体还是要漂亮 对不对 有的 你看我这个贴的怎么样 怎么样 你就说 你就说我这贴的好不好 那外边 你那么凶 大家敢说不好吗 至少这样晚上就不会那个什么的 就不会吹到床了 戳到爽 你这什么油版 好爽 你的六岁真的是很爽 幸福的小孩 幸福到转圈圈 现在是下午大概四点别后 带悠悠过来 游会游 手在悠悠旁边 边看她 边剪一下片子 来到海岛这边的日子呢 就和在曼谷一点都不一样 在曼谷的时候就 一心想着大都市要逛街 因为好逛的东西真的是太多 商场也比较好逛 来到这边就除了大海 除了几家小摊饭 加上一个便利店 就啥也没有吧 于是就变得特别的松散 开启0.5倍的生活 很缓慢 哎呀 哎呀 怎么这么厉害 是吧 是吧 宝宝 宝宝 我们抓到了一只螃蟹 这是我们抓到最大一只螃蟹 给你们看看那有多大 哦 大螃蟹 它都可以做那个青木瓜沙拉了 哎不行 可以了吧 你爸又按住了一只啊 又按到了一只小螃蟹 啊太可爱了 哇 又爸带着悠悠把我们捉的大螃蟹放走 哈哈哈哈 螃蟹回家了没 我们已经快走出去了 又发现了一个 这个好厉害啊 哎 做了奶奶 太舒服 下次还来找我吗 嗯 你多少号呀 嗯 我是第一个 哦 一号吗 一号 不对 我是二号 我怕 我怕 嗯 哈喽 现在是中午大概十二点钟 我们来到了一个小象象 准备租量摩托车 啊在海岛租车 我觉得还是蛮有必要的 嗯 但是切记 请大家记得带这个 这样 一天二百 对 大概就这样的 一天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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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金是三千啊 对 如果护照就不用押金 那就是押金的 押照押这边也是有些风险 有些人会担心嘛 哦 被人家盗用 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现在正在检查这个摩托车 又把呢也要用他的这个手机拍一下 有些什么划痕呢 得预先告诉他别事后赖到咱头上 果不其然 还车的时候老板发现一处刮痕 说是我们造成的 油把立刻翻找路想拿出证据 姜还是老的啦 油把厉害的 爸爸要试一下 爸爸要试一下 呀 宝康啊 哦 那你是这个 他不要去跟你头发的包子 那么痒痒 谢谢 悠悠帮我挑了 摩托车没起来 把爸爸踮起来 爸爸是在摩托车上荡秋千的那种 摩托车稳稳的 爸爸刚刚立那个没立起来 没给大家有幸拍到 不然又是精彩的一个画面 走 我们今天呢 就是想来探索一个新的地方 哇哦 还可以喂羊羊 哇 刚刚我们要进去喂小兔子 旁边还有一个很好心的 爸爸 他好像是欧美的吧 提醒我们 说那个小兔子会抓人 一定要让小宝宝小心一点 小猪猪 他们这竟然都是免费的 不内用他们的餐厅也可以 你只要来了你就可以喂 那我们每天都可以有这个行程啊 对啊 你小乌龟 大乌龟 大乌龟 他觉得我太美了 我抱你行吗 不要不要 你这个贱人 我抱你行吗 不要不要 贱人 太乖了 哇 但是我的手有点痛烫的 你用比较粗的手指他比较好 好附着 对啊 好一点了吧 痛吗 他拿在我裤子上 真的耶 还好我反应的快 好了 现在12点了 开放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他们正在把小动物收起来 下午的时候再开放了 它是鸡 它这鸡有什么 炸猫鸡 你看那个猪喝奶喝的 咕吱咕吱咕吱的 它还有鹦鹉 啊 尿尿 它是蹲着尿的 对 所以它是母的 对吧 对的 它是个妹妹 哇它要两个人扛 哇 这是乌龟的嘟嘟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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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个大乌龟还有蛋尖 这个小乌龟 谢谢 谢谢 拜拜 谢谢 你看这个小乌龟好惨 被两头猪夹着 哈哈哈哈哈哈 哇 这里面很凉爽 突然之间就凉爽了 诶真的耶 而且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麻绳做的灯 哇这个真的太有创意了吧 这太凉了吧 天哪 它走出去和这里面的温度大概温差得有个 四五度 三度有吗 至少 至少三度 太神奇了 今天发现了这块宝地 太赞了 离我们很近耶 嗯 而且这种青籽油就超级超级有质量的 对 可以陪小孩在这种免费游乐园玩 然后免费的和小动物互动 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对 然后呢还可以吃一下怎么 减餐啊 冰淇淋啊 里面还有一块小小的草莓 太赞了 这兔子的话耳朵又有点短 啊 它那个门那个白色的是两个大板牙 啊 两个大门牙 对应该是兔子吧 哈哈哈哈 通过这个转盘道 我们就要上山了 翻过一道山 那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沙滩 哎 这个这个 你们知道吗 属于我们的夏天开始了 在悠悠来的频道首页的右上方呢 底下加入 就会进入加入会员相关页面 可以选择悠悠粉 悠爱粉 或是悠福粉 选择好之后呢 点击蓝色加入键 这时候就会出现付款页面 贴写信用卡的安全码 打勾套用至所有装置上 点击右下角结账 完成 这时候出现页面 欢迎你加入悠悠来的频道会员 直播室 等你哦 我是悠妈 我是悠悠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 记得下方留言哦 哇 还有电热门呢 还有电热门呢 1 2 1 1 2